海巡船舰在海上狂飙全速前进 这起案件发生在昨天凌晨 渔月电台接获通报 依照台湾籍的渔船 金银服36号渔船 在淡水外海渔月46海里处 船长体内张口破裂血流不止 情况危急 而海巡接获通报之后 也派船舰赶往救援 我们获报之后就派我们的 PP五栋五栋艇前往救援 那由于人命关天 它又有大量出血 我们巡邦你在四个小时内 那来回急速的航行的 90海里左右把人员救助 回我们的淡水渔港 而根据了解 该名船长在日前才刚在三种开完刀 医生嘱咐要好好在家修养 但是适逢万里蟹的惨迹 虽然医生这么说 船长还是硬要坐船出海抓螃蟹 还好最后在海巡的介护之下 顺利回到岸上 有亲人陪同送医 那后来经过我们船长的表示 他本身因为痣疹的关系 那开刀治疗之后 那目前因为 是属于我们秋蟹的盛产期 那他赶着又出来作业 那以至于身体没有好好的修养 又造成大量的出血 那他也非常感谢我们海巡 在这样子的一个救助工作上 让他可以很圆满的回来救医 那最后由家属 把他送往三军总医院做一个救治 第二海巡队表示 虽然海巡肩负海域治安重任 任务繁重 但对于海上救难工作 皆秉持着人民救助一滴优先 民众如果在海上遭遇到任何危难 也可以利用海巡118免付费报案电话 又或者是透过渔业广播电台来通报 海巡署及相关单位 也会立刻派船艇前往处理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